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吗 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吗 这不是我们的新家 这是我们新的牢房 那我们要在这里待到什么时候啊 不知道 也许是我们 人生的最后一站了 你的最后一站在这儿 看看 电台 张队长 开始干活吧 那组长 喜欢跟我一起 你同吃同住吗 我知道你不喜欢 我告诉你 我喜欢 我非常喜欢 哪去啊 要吃饭了 厨房里什么菜都没有 这话说的 这事怎么能让你干呢 这粗活应该是给我干的 你看 鸡鸭鱼肉全都有了 你现在啊 进厨房 好好了喂一手 待会儿站长过来 要跟咱们共进午餐呢 那组长 你会做菜吗 我不会 不会就得学 我这就学去 别发呆赶紧干活 有什么事招呼啊 诸位 为一枚和云飞的 瞧见之喜 为我们即将到来的胜利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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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走 别看着 动筷子 吃吃吃 尝尝易梅的手艺 说实话 在易梅家人之前 那几年都是易梅 来照顾我的生活起居 我最爱吃一枚做的菜了 我觉得这荣城里最好的厨子 也未必赶得上我们一枚啊 可我今天什么也吃不下了 是因为荣城的地下共党还没有肃清 华海榴莲计划 还在时刻威胁着荣城的安危 所以我上九城时不甘位 这秦师呢 俗话说 人要以慈悲为坏 善念为本 但是对共产党就来不得一丝善念 更不能有半点慈悲 云飞啊 我一直很欣赏你 也很器重你 结果你欺骗了我 但是最终你还算是十十五 多一的话我就不想说了 只想说一句 以蒲南十二主 识十五为俊杰 凡事都要掂量掂量 午餐结束以后 你把共党电台联络的密码 频率 待用的密码和设计共党电台联络的方式方法 全都向楚河组长汇报清楚 不得有半点遗漏 明白了 好 你们慢用 那组长 我们开始工作吧 好 好了 他们都走了 大组长 我 敬你一杯 好 干一杯 双方 老代 有件事 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说 我想送秦小姐一件礼物 但是不知道送什么好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啊 秦沐瑶 六年了 关于秦沐瑶的一切 我都给忘了 就这个 她会喜欢吗 她一定会喜欢的 理由呢 因为秦沐瑶 是一个想把每一分钟 都过得很精彩的女人 老代 有你这句话垫底 我这心里面啊 就踏实多了 老代 我还有件事 想和你商量一下 别商量了 今天晚上 这儿就交给我了 还是老代最了解我 老林娜 虽然我不知道 你不死鸟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 但是我知道 我的部队 最终还是要过江的 还是要占领荣城的 所以 我们一定要尽快 把敌人的江防部署搞清楚 另外 我的部队过江之后 要扩大登陆场 要向纵深发展 隆城炮台 对我的部队 是一个致命的威胁 所以现在 最关键 最迫切的 就是要尽快地 控制住隆城炮台 弄清楚敌人 在隆城的江防部署 控制炮台 这就是目前的 花海榴莲计划 我说过 花海计划是个变数 敌人的作战部署变化 我们的计划 就会随之而动 目前花海榴莲计划 能不能实施成功 最最关键的 是能不能控制这个炮台 隆城炮台戒备森严 我们的谍报人员 要想打进去 不是那么容易啊 有些牺牲是必要的 只要能拿下这个炮台 就算我不死鸟死了 也是值得的 你敢 你要是死了 这花海计划谁来执行啊 好了 我等你的好消息 司令 每次我过江别的不送 这次偏偏 怎么了 你这一送啊 还真有点生死离别的味道 哎 别胡说 上床吧 山小南 到 你回去以后 马上给方金子发通电报 告诉他 今天晚上十二点 我准时到达荣城码头 叫他到马头来接应我一下 是 司令 多保重 放心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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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组长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你说吧 你当初 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 为尽早地结束这场战争 贡献点微薄之力 那现在呢 说不清楚啊 说不清楚 怎么会说不清楚呢 呆组长 谁制造了这场战争 你又是怎样卷入这场战争 将来又会有多少人牺牲在这场战争里 你能说得清楚吗 我们呢 不说这个 就谈谈你自己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我觉得很陌生 很可怕 那现在 你所做的一切 你认为值吗 值得 最起码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 不是因为我而死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 更多的人会因为你而死 为了我的老婆孩子 我什么都能干得出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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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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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飞 岳飞 别过来 把那东西放下 放下 岳飞 你这是干什么呀 快把他放下 我今天必须得死 我宠卖了朋友 宠卖了同志 我罪该万死啊 这个人不会被我所杀 但一定会因我而死 我就这么活着 我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岳飞 你不能死啊 岳飞 你要是死了我跟孩子怎么办 你就这么忍心抛下我不管吗 你死了一了百了 那我呢 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自私了 你要是死了 我就带着肚子里的孩子 和你一起死 岳飞 你快把他放下吧 我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岳飞 你快把他放下吧 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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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来了 我把那块手表落在这儿了 手表明天再拿吧 赶快把这封闭店送到这里 交给楚河 很寂寞 对 是贡堂的吉典 那好 你不跟我回战令 我不去了 那艾飞闹着要自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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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艾飞闹着要自杀了 那艾飞闹着要自杀了 行 交给我吧 我走了 好 站长 医处来了 不死你儿 你终于出现了 统治弟兄们集合 是 茶茶茶 快起来 快起来 哎呀你干什么呀 茶茶 你快起 九四二八 三四二六 七五二八 四九二七 六五七三 六六一五 七七八八 九六五四 三二一二 三 三四 三四 三四五六 九七二八 六六七二 四三二一 没错 这是一封 刚刚从江北发来的秘点 你赶紧翻译出来 快点啊 快点啊 不死你儿今天晚上十二点到荣城码头快点接应 对 你看 站着 纳云飞送来的宫囊咪店 看可以一样吗 是一样的 赶紧接纳云飞到码头 要快 是 过来 其他人我们直接去码头 快 可以 Kelly 行 沈族长 去哪 劫大云飞去码头 战场已经去了 你不用回站里了 直接去码头吧 好 走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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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扔下 非常能 masuk 太在 明天 你赶快走 南岳飞这一次真的叛变了 盘查所有船客 所有人接受检查 谁动就打死谁 把来不及了 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天明 你给我听着 你下一步的任务 就是配合代表叫风鸟的重置工作 你现在要做的 你就是把不死鸟指给我看 好 放在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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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风鸟同志到农村已经好几天了 他是谁我不知道 只知道这个人在老军团 你们的街头暗号是 抽烟马 三炮台 他回答是 如果烦闹能像烟雾一样散去 我也想来一只 南岳飞 你给我瞪大眼睛看清楚 要是跑了不死鸟 就要我的命 别让我落在敌人的手里 我命令你开枪 你不朝我开枪 你是说不清楚的 难道你想让我落在敌人的手里吗 在那儿 站长 在那儿 就是他 了 你早一点 沈族长告诉我的 我也是刚到 正在排查 那个人就朝我开了一枪 呆天命 你今天坏了我的大事 伤怎么样 没事 我去医院 我去医院 来 回来 回来 好 屈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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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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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战长 我核查过了 纳云飞昨天晚上 确实有过自杀的举动 只是 戴天明走了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你是说 你和戴天明他兵私一相分手之后 他有可能去了别的地方 也可能去了码头 他的摩托车有点问题 估计耽误了一点时间 即便是这样 他在码头上打死不死鸟 也不喝情力 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出动了 可见这名共产党员的重要性 戴天明 这点起码的职业敏感和洞察力 还是应该有的 战长 您怀疑戴天明是共党的奸细 这不大可能吧 他要是共打了奸细 怎么会当着咱们的面 开枪打死自己人呢 您看 我会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请 把南云飞给我交了 是 茶茶 你醒了 茶茶 啥啥 茶茶 你说什么呢 你说什么呢 还有你 什么 你说什么呀茶茶 你说话呀 你怎么了 小姐你哪里不舒服 跟我说清楚 我们好为你治疗啊 是啊 好 好 好 我来 这儿 你说清楚 你要我们做什么 你说清楚 你 你说清楚 插插 冷静 插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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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插冷静 冷静啊 小姐 小姐 快 慢点 小姐 大夫 大夫 来 你过来 大夫 他 他到底是怎么了 从受伤的情况看 他大脑肯定受到了重创 那 那他怎么说不出话来了 这种病我也没见过 不过在外国医学专注上 看到过 这是一种罕见的病症 这 什么病啊 外力导致大脑海马体受损 引发的感觉性失与症 失与症 对 失与症 还能恢复吗 这个我也说不准 新疆 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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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錶 没想到吧 封錶 封錶 我连做梦都没有 我没有想到你纳云飞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叛徒 你的心眼得太真了 太像了 你已经把你自己的身份和你的任务 忘得一纲二净了 不 我知道我错了 你 你能原谅我吗 其实我也有苦衷啊 我也有难处啊 是 我叛变了这不假 但最起码 我没有完全出卖同志嘛 最起码我就没有出卖秦木瑶吧 秦木瑶 就是蜂鸟啊 一个打了折扣的叛徒和一个彻头彻尾的叛徒有什么区别 你说呀 没有区别 现在我以组织的名义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不要 不要 不要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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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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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我以组织的名义 我不想死 不要 不要 大组长 平平 你来了 站长 伤怎么样 不碍事 批外伤 是 还有什么不舒服的 可以请假 不用 我没问题 你的气色不太好啊 昨天晚上 一夜没睡 我太太生病了 病 什么病 连续高烧 把嗓子给烧坏了 现在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是吗 那你可要好好照顾 是 需要帮忙就尽管说 你我之间不用客气 请速到徐机当铺 所以 不能 对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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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錶一支 蕩金五塊 蕩器一個月 哎 當個筆 哦 不死鳥來容成的消息 只有你知道 包密站的人 怎麼會在那麼準確的時間 地點 圍捕呢 不死鳥來容成的消息 你該不是在懷疑我吧 哦 不 老三 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你 請你一定要相信我 只是 我覺得事情有些突然 不盡快查清背後的真相 那我們將來的損失會更大 會不會 是我們的電報被敵人真聽到了呢 按理說不會呀 我們的通信密碼 和密碼機管理 都是非常嚴格的 通信密碼 在密要使用更換的環節上 都採取了一定的保密措施 並且 我們的無線電電台呼號 頻率 爆頭 都是隱蔽的 更何況 我們還編織了彈用密語 外人想要真聽到我們的珍寶 相當困難 可 可如果 真是我們自己人下了黑手 那我們所做的儀器 就完全失去了隱蔽的作用 你是說 很有可能是她出了問題 你最近和她有聯絡嗎 沒有 為了保證她的安全 不思娘 讓我中斷了和她的聯繫 要不要證實一下呢 我覺得可以 不過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一旦狀況有異常 馬上才決應對措施 我明白 如果她真的叛變了 我們也要不動聲色 還要和以前一樣 這樣日後 我們就可以將計就計 扭轉被動行事 如果她真的叛變了 那你現在不是很危險嗎 即使特務知道了我的真實身份 他們也是會有所顧忌的 最起碼 暫時不會對我採取顧忌手段 因為他們要的 不僅是要逮捕一兩個人 而是要破譯化海計劃 不死鳥犧牲了 化海計劃該如何實施 完成第一階段的任務之後 再請是上級首長吧 雲飛 和封禁子聯繫上了嗎 沒有 我呼叫了多次 沒有任何反應 那怎麼聯繫她 除非她主動和我聯絡 可能性有多大 我不知道 等 繼續等 一旦跟她聯繫上 要盡量拖延時間 最好能夠知道她的地址 或者約她見面 雲飛啊 你知道嗎 現在保密戰的人 都希望我殺了你 能夠讓你自己承命的 只有你自己了 戰長 您說怎麼做 您說 我找辦 找到封禁子 將功補過 用你自己的行動 封住他們的嘴 好 封禁子 好 好了到家了啊 來坐下走 喝點兒水 喝點兒水 啊 來 擦擦臉啊 來 擦擦臉啊 哈哈 來來擦擦手啊 我家裡有個女人啊 就是不一樣 嗯 嗯 差我多了 差我多了 哼哼哼 哈哈 吃飯吧 雲飛 吃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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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飛 吃一點兒吧 你已經一天沒吃飯了 那組長 吃一口吧 味道很不錯 好 夜上海 夜上海 你是一 怎麼你 這話說曹操已行人 突然看見前面樹林裡沉烟四起 他心想啊 壞了 前面可能有伏兵吧 這就驚慌失措的 他也不敢前行 這個時候啊 张飞发现自己的计谋起了作用 于是她心中暗笑 往桥头一站 大喊一声 查查你怎么还不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搖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的項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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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